欧阳伦竟敢纵容加奴走私牟利 再一定要重办 刘伯温官复原职后要接受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去复查驸马都尉欧阳伦的案子 这个案子要从驸马的加奴周宝说起 甘肃寻检司上奏 说驸马都尉欧阳伦的加奴有一个叫周宝的 与寻检司属立狭路相逢 还撞了车 双方都有伤害 可朱元璋敏锐的察觉倒不对劲 驸马的加奴不老实待在京城 跑到甘肃去干什么 就让二虎派锦衣卫调查清楚 果然锦衣卫甘肃事处 传来一份截然不同的秘奏 秘奏上说欧阳伦也不是好鸟 周宝去甘肃就是替他干茶马走私生意的 结果被当地巡检司查获 周宝仗着自己的后台是驸马 居然直接把巡检司的一名官员给打死了 但由于驸马是皇帝女婿 锦衣卫头领二虎十分谨慎 说案情还有待继续查证 可朱元璋却不这么认为 于是他下令剥夺欧阳伦的绝位奉务 流放到甘肃去戍边 消息传到中书省后 李善长极为不安 他知道朱元璋怀疑里面有官官相护的行为 所以才这么生气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和胡维庸的人也牵扯到走私 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弟弟李善行 为了保住自己人 老道的李善长立刻做了三点谋话 让他明白我们大伙都惦记的殿下 让他当讲的讲 不当讲的一概不知 即使是流放出京城 我们大伙也能保殿下一路平安 三两个月就回来 第二呢 把驸马的所有案件 立马移交到中书省管辖的刑部 跟刑部通好气 让他们务必一律办事 要把事情办得看起来公开 公平 公正 私下里可以找法律条文的漏洞 第三呢 把欧阳伦获罪的消息 透露给太子和皇后 长公主是皇后代大的 跟太子关系最好 他们一定会去找老朱求情 果然这套组合全下来 刑部的审查结论周密严谨 证明走私的事是周宝背着驸马一个人干的 欧阳伦并不知情 欧阳伦的屁股擦得比脸都干净 成功脱罪 可这也正是朱元璋要复查的原因 刑部 把这件事情做得太干净了 干净的让咱怀疑啊 被阳线欺骗后 老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被人刷了 所以甘肃发来奏报 他不信 刑部审定结论他也不信 假如欧阳伦真的有罪 那就意味着朝廷官官相护的事实 也说明怀西党已经是铁板一块 甚至即将危及皇权 这才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 可刘伯温听完都猛了 这山域可不是一般的烫手 欧阳伦背后的关系网错综复杂 谁沾手都得脱一层皮 得罪人的差事 总要有人去做的 要不然 朝廷还叫什么朝廷啊 早晚成为安老窝 刘伯温只得硬着头皮接下火 可刘伯温回来不是自找死路的 于是丑话说在前 皇上 臣如果言行之法 定会有人攻坚臣事 折东党 到时候你可别搞我呀 朱老板则表示你放心去干 我不会搞你 朝廷没有折东党 更没有什么怀西党 只有王党 只有军委成党 刘伯温虽然看起来病殃殃的 但作为纪委书记战斗力 还是很旺盛的 随着他的出手 怀西集团即将面临空前的危机 做皇上的 最痛恨的就是臣下欺君 最痛恨的就是被人蒙在谷里 那样的话 谁是皇上啊 欧阳伦一案 朱元璋让刘伯温复查 结果刘伯温查了半个月 也没查出任何疑点 晚上 刘伯温复盘起案件的种种细节 发出了和朱元璋同样的感慨 这案子做得太干净了 欧阳伦这案子里头 肯定有名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刘伯温想趁机甩掉这个烫手山芋 一是他不想得罪整个中书省 二是他怕查出更多的皇亲国妻 到时候朱老板要是铁了心护短 他刘伯温不就里外不是人了 于是第二天进攻宣道结案 可朱元璋就像有双火眼晶晶 洞察一切 还建议朱元璋不要再往下查了 可朱元璋不是一般帝王 他一手建立大明王朝 如果任由官官相护的情况继续发展 迟早会动摇大明的根基 所以老朱直接撂下狠话 这下可把刘伯温逼得够强 查案得罪勋贵 不查案得罪皇上 算了 皇上更狠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为了保证求证顺利 刘伯温提出离京密查 第一站就去陕西 朱元璋还给了刘伯温一项特权 可以随意调动全国范围内的锦衣卫 让二胡把锦衣卫的所有名单向刘伯温公开 看上了谁 直接调用 要知道锦衣卫是他驾驭百官的核武器 这足以表明朱元璋查清案子的决心 大明锦衣卫全国分布图在刘伯温面前缓缓打开 以精灵为中心 成树之撞向四面八方蔓延 每个城市平均配置两名锦衣卫 看着这张巨大的蜘蛛网 刘伯温震惊了 竟然连燕王朱棣的府上都安插了锦衣卫 当他看到一个熟悉的地点熟悉的名字时 再也忍不住惊呼出声 难怪他在清田说的话做的事 朱元璋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一想到跟了自己十几年的小六子 静悄咪咪成为锦衣卫 刘伯温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半年的时光从此而过 刘伯温终于完成任务回来了 给朱元璋带回的见面 是一踏踏厚厚的奏折 驸马欧阳伦的案子被他查得水落石出 刘伯温告诉朱元璋 欧阳伦的确不是什么好鸟 之前刑部说他无罪 纯粹瞎扯淡 这货主业是驸马 副业却干起走私了 虽然你明令禁止走私 可走私来钱快啊 一进一出就挣了白银296万两 他的狗腿子周保护家虎威 公然挑衅正直的巡检官吏 事情败露后 还把人弄死以绝后患 这个案子查清了 本来已经可以结案了 可刘伯温觉得不对劲 朝廷在查马路线上设置了许多少侠 而周保只是驸马府一个小小家奴 是如何带领一支庞大的商队 通过关爱 畅通无阻吗 难道咱大明朝的边防是开玩笑用的吗 这就说明走私案除了欧阳伦还有其他共犯 为了查明真相 刘伯温就沿着周保经过的每一个少侠 挨个调查了一遍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周保只是一个线头 在他的身后遍布着南北八升十九府的网络 从京城六部到边关少后 都有人参与其中啊 助其走私 分享赃印 皇上 涉嫌三平以上大臣五臣 七平以上文武大臣 二十八臣 总共朝廷命关三十三人 涉案官员中咖位最大的是李善长的弟弟李善性 剩下的以当年征战沙场的武将居多 其中包括汤河的外甥 徐达的救部 甚至还有你老朱的十多个的一子一只一孙 朱元璋车目结舌 让他更为震惊的事 涉案人员竟全部是那批怀西勋贵 咱已经夺了他们的免死铁拳 他们怎么还会如此放肆呢 朝廷上下有律法 头上三尺有青天哪 他们就不算天杂雷屁吗 这些武将法律意识并不强 自以为天高皇帝远 就可以肆无忌惮 稍微动用点职权 白花花的银子就来了 人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是最容易迷失自我的 所以啊 问题还是出在执法者身上 至于执法者是谁 我就不止明道姓了呀 可朱元璋还有件事不明白 就是自己啥时候冒出来一堆异子 皇上的异子再任异子 那不就是异孙吗 据臣所知 红都后兰玉年方三十五岁 可是败在他门下的异子 就有一千多人 其中属下 百户一伤的将士 个个醒来 混蛋 朱元璋气的快原地爆炸 这些异子再取天下时有多大的攻击 再治天下时就会有多大的麻烦 那么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也给朱元璋出了一个大难题 那就是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牵连的人实在太广 总不能连过端了吧 思来想去 他把问题抛给了刘伯温 刘伯温知道朱元璋又给自己挖坑了 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样使唤呀 赶忙说自己只负责查案 该如何处置只能由皇上决定 可朱元璋却耍起了赖皮 刘伯温 你带回来个这么大个事 刘伯温无语了 当初我不想查你非得让我查 查出来的你又不高兴 你不高兴又拿我顶上去 你就不能换个人薅吗 可朱元璋对榨干刘伯温这件事 似乎乐此不疲 面对朱元璋的威逼 刘伯温躲无可躲 只好硬着头皮说出了建议 首先要重组中书省 在朝廷六部和各省之间 隔着一个中书省 中书省权力太大 六部可省题的意见 他不让你听见你就听不见 其次 削夺怀西勋贵和义子义直们的兵权 总之一句话 朱元璋听完久久的沉默 并用手敲打着条案 直到那只手又变成了紧握的拳头 说明朱元璋已经下定了决心 拿着你的拐杖 回去歇着吧